原标题 李宗人75岁娶27岁娇妻 本想照顾这位小姑娘 不料却施语愿为历史上推崇儒家思想 对于伦理当场看得很重 尤其是辈分不能乱 所以杨过跟小荣在一起 就被人逼世 到了民国时期 人们思想逐渐开放 终于有了师生恋 渐渐的大家玩得越来越海 连爷孙恋也出来了 当今社会也有不少爷孙恋 干女儿嫁给义父的情况也有 有些还是鼎鼎大名的人物 民国时期有一段爷孙恋非常著名 就是李宗人和他的妻子国友松 李宗人名气很大 他曾经是抗日英雄 晚年回国后 二太太不幸去世了 李宗人晚年一个人很孤独 于是大家都给他介绍女朋友 不过当时李宗人已年过古希 然而国家对他很照顾 加上李宗人并非一般人 众人送来一堆照片 让李宗人从中挑选合适的 最终李宗人选中了胡友松 胡友松是民国影星蝴蝶的女儿 据说她还是代理的私生女 不过这都是传言 但对她的生活还是产生了影响 胡友松虽然长得很漂亮 可27岁都没谈过恋爱 毕竟她身份太特殊了 后来听说李宗人看中了自己 胡友松决定嫁过去算了 李宗人听说胡友松竟然愿意嫁给自己 心里自然非常高兴 然而他当时已是古希之年 而胡友松还不到30岁 他让胡友松再考虑一下 不要一时冲重后悔终生 毕竟婚姻大事不能儿戏 胡友松在原单位工作很冒心 他只想立刻离开 很快 胡友松来到了李宗人的住所 两人就开始相互照顾 当时相关部门批准两人结婚 1966年7月某天 李宗人和胡友松 在北京举行了简单婚礼 婚后两人主要是相互照顾 李宗人需要一个伴 而胡友松也需要跟李宗人相互生活 李宗人跟胡友松结婚时 自己75岁 可胡友松才27岁 于是外界有传言 说胡友松贪图李宗人的钱财才嫁过去 胡友 松为了证明 他表示不会继承李宗人的财产 因此李宗人对这位娇妻更加爱护 两人在一起生活了三年 每天都是分房睡的 直到1969年李宗人去世 年仅30岁的胡友松手管了 李宗人虽然去世了 可早年他毕竟在蒋介石麾下任职 当时时局不稳定 胡友松是李宗人的夫人 因此被牵连拘留了 后来 胡友松又辗转到农场工作 接受了一些思想改造 日子过得比较辛苦 这时 或许他心里也默默后悔 早知道就不该嫁给李宗人了 李宗人本打算取个伴相互照顾 哪能料到会害苦这个小姑娘呢 再后来 胡友松终于获得自由 他把李宗人所有财产 全部无偿捐给国家 还把一些李宗人的珍贵照片给了博物馆 后来他看破一切 归依佛门出家了 纵观胡友松这一生 他嫁给李宗人只是权宜之计 两人应该也没什么爱情 更多的是相互照顾 而李宗人去世后 胡友松颠沛流 李 三十岁就孤单一人 最终只能顿入空门 他没能量改变自己的命运 只能由命运任意摆布罢了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 编辑 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